中华官头一座都公领红灾公园 我念愤中美完工 5月10日中华官邸各民国来到现典四十军典的进度 整体军典进入上路卫收卫的改团 温宁地区的政家主义让人专业的大型美丽公园 各官党除了为民免立现典的军典领红 也愿望温宁地区配合酒果百水资产的改善 可以优好改划温宁市区丹区饮水的征刑 同时提供民众成为未来最好的休憩影响 温宁各国自宏池我们中华县政府投资了一百千万 最主要我们就是要解决温宁市区淹水的问题 那这个自宏池已经盖好了 我们在这个月的13号就要正式来落成 那我们当天办了一些活动也有市集的活动 那原理过过自宏池我们这个旁边的建筑物 我们委外经营可以有一个咖啡厅简餐的地方 大家可以来这里休闲来运动 甚至于来这里用餐 那这里也可以放风筝 也可以办大型的艺文的表演活动 可以容纳五千多个人 那我们预估在开封的季节可能会使用三次 会把这个积水把它引进过来 然后我们再把水抽出去 那其他的没有台风好雨的话 我们就开放给大家来做公园的一个使用 可能到丸林区欠缺大型的活动工程 丸林区除了地方地设施以外 也将丸林本环境和丸文艺术丁丁的元素 报道设计分顶的两层 丁丸报道一人是650公里 丸报道一人是350公里 丸丸龙众一公里 可以提供民众散步走 丸林区国家地的正月13号 礼拜六基盘开封的技术 跟朝廷青庆严严严 调查中华官民作为来参加 公议民党齐世青 丸林蔡凤报道 关怀电台台计配音 期dad 他们无用想法 公议民党 hesitate 公议民党 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 公议民党 公议兼